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救度呢 要如何领受弥陀万行的功德呢 你只要称念名号就行了 但能称名 聚包重德 这个名号就像什么 像一个大包呀 像一个大袋子 你只要称名 所有的功德 这个袋子一把装 都拿到手上了 就好像那个武打小说里边 神话小说一个乾坤袋 这个乾坤袋的话 乾坤都装进去 这六字名号就是乾坤袋 所有的五阶思维的誓愿 照在五阶修行 一切十方三宝 一切功德 都在这个乾坤袋里边 所以呢成为大善 这不是一般的小善 那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善儿在这里就说呢 可见 这句六字名号 就是阿弥陀佛万行的结晶 这个万行的结晶 是要为我们众生所有 要我们领受的 什么叫结晶啊 结晶你们知道吗 做过化学试验吗 结晶体 你不用复杂 就是晒盐 在海边看那个晒盐 海水晒干了 后面的盐块就结晶 最后的一个晶体 那这是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我觉得非常好 就诸善万行呢 它如同是水 六字名号呢 就如同里面的结晶 就如同是盐 这个诸善万行 如果立了念佛 就没有解脱的法味 就好像这个水里边 如果没有盐 它就没有咸的味道 它必须要有盐在里边 它才有咸的味道 诸善万行 必须要有念佛 它才有解脱的法味 所以肺是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名摩业 离开念佛 就没有菩提心 离开念佛 就不能叫佛法 你看世间大老板 他怎样做行善既得 离开了念佛 他能到哪里去 顶多生天 然后第三世间 还要轮回的 所以一切万法 一切诸善 不能离开念佛 他跟念佛结合在一起 这个善 才成为真善 所以真善美 他如果跟念佛离开了 不结合一体 这个不成为真善 所以人天 有露善法 皆是颠倒 皆是虚伪 若因若果 皆是颠倒 皆是虚伪 都不是真善 有露 那只有结合念佛了 因为这个念佛的体性 是随顺法性的 随顺真理 随顺真如的 那么这样善 跟他结合了 才是真的善 那不然都不能成为真善 那我们念佛人 从念佛心中 所行出来的善 才是真正的善 甚至可以转恶为善 这个恶 虽然是恶 但是呢 因为跟念佛结合 他会忏悔 会有惭愧 一忏悔惭愧 这个恶就转化为善 比如我们对一个人 本来我们对他很恨 为什么呢 因为有矛盾过节 后来有一天 突然发现是自己不对了 那怎么样 你就会惭愧 很忏悔 见了他就觉得 我很对不起你 恨意转为爱心 是不是这样的 过去都老想去损他的 现在都想帮他的忙了 这不是明显的恶转为善吗 那这些一定要有惭愧 要有忏悔 也一定要跟念佛结合起来 那如果没有念佛的话 可能行一点 事项上的善法 但内心里边呢 还是很娇慢 所以万行就如同是水 名号就如同是盐 这就是基金 那我们也可以理解 万行万善 如果最后体练 体练到最后怎么样 一定会成为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对不对 那基金嘛 所以诸大菩萨的万行 最后一定会念佛的 所以祖师才说 幕后不念弥陀 管保老兄未悟 你说开悟了 不念阿弥陀佛 肯定没有开悟 念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最后的结金是什么 十大愿望 道归极乐 使者普皆回向 十大愿望 最后灵念的结金 是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不管怎样的修行 这圣道门的修行者 我们净土门的修行者 我们是直接拿到结金了 这个盐块 放到哪个水里去 都有咸味 那圣道门的修行者 就不容易 很困难了 他到哪里 挑一袋的盐水 挑一袋盐水里面有多少盐 挑的哼吃哈吃 哼吃哈吃 拿盐块就可以了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对不对 那可见得呢 圣道门的修行者 他还在半路上 他还不断地提念 提念到最后 他才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了 还比较早 所以他是半路上的人 净土宗的修行者呢 都已经快到终点了 因为他得到结金了 所以由此来讲 我们念佛人 真正是多善根 多福德 大善根福德因缘 这是不可想比 所以我们很多人 我这样讲 特别是我们的年友们 要自己对自己的善根 要珍视 要有信心 念佛的人这一句 那是不简单的 比如说什么忠观 为时 这些巴达宗派 我都不太懂 你能老是念一句佛 这个他的善根不可思议 是不能相比的 无法相比 这是靠这个法门的力量 这是法门的基金 很多人读书很会读 这样念佛他不会念 他念不出来了 他也就体会不到 这个法门的书生重要 所以刚才讲还在半路上 他还需要进一步的体念 进一步的 像海水晒盐 还有在晒 阿弥陀的无量光 不但地照 不但地晒 最后晒晒晒晒晒 晒出了六字名号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专修念佛的人是什么样 杂心的人也在念佛 他水很咸了 浓度很高了 但是他还没有钻 专修念佛就是盐块了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下面道理都很明显了 但能称名聚报忠德 只要我们专念佛名号 很容易很方便的 聚足了一切万行 所以叫聚报 阿弥陀佛所有功德 故臣大善 不加方便自然拥有 大的善法 成就大的善法 而往生极乐 这个大善 已经不是一般的 大和小的区别了 是近虚空变法界的 我们看下面呢 反而上两句话也很好 弥陀宏愿一称万行宗志 果号三字 众德根源 这也是一幅对联 以当弥陀的弘愿 一称佛名的话 是万行归宗节点 也等于说万行的基金 万行的这个 归宗节点之法 称列这句名号 因为赵弥陀宏愿力 所以万行的功德 都在这里边 所以宗是什么意思呢 如同众星朝北斗 万流归大海 这叫宗 宗就说 就像帽子顶上那个帽顶 你抓起来 所有的线头都在这个地方 就归宗节点 你看群星啊 都围拱着北斗而旋转 众水呢 都归到大海里边 阿弥陀佛名号如同大海 阿弥陀佛名号如同北斗 其他万行呢 都围绕着他 都归向于他 这个 果号三字 众德根源 就阿弥陀这三个字 是果地的名号 它是一切功德的 根本来源 由于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